包括说要治疗现在开始有一些药厂 开始有治疗药物了 像那个墨沙灯 我不久前还看我朋友在写 他好像是五天一个疗程 就要700美金左右 那个成本其实很惊人 以目前健保你好像很难去期待健保 或去承担这么高的成本 所以当他成本拉到这么高 即便他可以技术可以就是大量生产了 可是相对于疫苗来说 好像普及性就会不一定会这么普及 所以他的这些是小分子的口服药物 那他主要是搭配跟疫苗 比如说疫苗突破性感染 这些比较这些是 这个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场合 那这些小的分子 他通常他就是抑制病毒的一些蛋白质 比如说病毒要复制 他需要复制酶 那他要把自己的蛋白组合起来 他需要蛋白质的水减酶 这些小分子就是抑制他 就是抑制他让病毒不要复制 那这些有不少好几个生物 好几个医药公司都在做 那现在做起来在初级的临床试验呢 第二级或是第三级 看起来也是在轻症的时候 就刚刚感染的时候 那时候用才有效 你一旦到重症的时候 也一样没有效 所以他其实也蛮 他天花板其实也蛮低的 他也是 碰到很大的障碍 也有很多的障碍 所以这里面是 他跟单株抗体现在的 使用的条件 大概病人的族群是差不多的 但是他比较方便 他比较方便 那成本也比较低 虽然他因为单株抗体 大概要2100块美金 然后这个 这个这要700块美金 所以是 还是比较便宜 还是比较便宜 那也比较方便 所以我想他还是 应该还是要 我们还是应该是 预先采购去准备 所以万一有这个 突破性感染的时候 我们就 特别是高危险局 应该要给他们 是是是 但是他还是有他的缺点 他的缺点 因为我们过去的经验呢 像这种病毒啊 是 你给他单一一个药物啊 通常很快就产生抗药性 哦 比如说像流感 对啊 像我们吸行肝炎 或者说像艾滋病一样 这些都是的 所以我想我们 使用这个药物的时候 也是要谨慎 最好是 如果能够有两种药物 混合的话 那效果就会更好 这是就是所谓的 鸡尾酒疗法 对鸡尾酒疗法 这个应该是要做 还是要做 考虑鸡尾酒疗法 或是发展更有效的 更有效的抗病毒药物 所以这个你看 医学有一点点的进展 然后就有 就产生新的问题 真的 真的 是真的这样子 所以大家就是随着 这整个疫情的变化 一直在往前推进 然后往前有不同的讨论 对 好